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网报》今日华尔街 据称间谍声称他被禁止返回中国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一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议会研究员 在一款约会应用上声称自己被禁止返回中国 这名20多岁的研究员与一些能够接触高度敏感 或机密资料的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 他于3月份与另一名巨姓是大学学者的男子一同被逮捕 这名研究员曾为中国研究小组工作 该小组由一些议员组成 致力于推动英国对中国做出新的思考和应对方式 澳大利亚人开始申请邮寄选票 以便在原住民之声公投前进行投票 美联社 澳大利亚的选民已经开始申请邮寄选票 以决定10月14日的全民公投是否要创建一个原住民议会 民意调查显示 这项宪法改革的提议很可能会被否决 这项公投将在宪法中确立一群被任命的原住民代表 旨在让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少数民族 在政府政策上有更多发言权 全国范围内的多数选民 以及澳大利亚六个州的多数选民 都需要支持这项公投才能通过 最新政治新闻 尽管有间谍指控 但中国并非敌人 部长表示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商务和贸易大臣凯米 巴德诺克表示 尽管最近一名议会研究员 因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 但中国不应被描述为敌人 巴德诺克认为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和全球政治的重要参与者 因此应该将其视为挑战而不是敌人 他还强调了与中国接触和直接表达关切的重要性 以产生影响 此前 英国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上 与中国总理李强面对面 表达了对中国干预英国民主的担忧 保守党议员现在正向苏纳克施压 要求将中国列为威胁 据韩国媒体报道 一列预计在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火车 已经启程前往俄罗斯 美联社 据韩国媒体报道 一辆被认为在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朝鲜火车 已经启程前往俄罗斯 有报道称 金正恩可能前往俄罗斯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可能在周二举行的会晤 美国官员发布情报称 朝鲜和俄罗斯已经安排他们的领导人 本月会晤 以扩大他们在与美国的对抗家具中的合作 东南亚需要在国内天然气推动方面加大力度 日经亚洲 东南亚的天然气生产国正开始意识到 为了确保供应安全和可负担性 同时过渡到低碳能源使用 他们需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国内储备 然而 他们面临着许多挑战 包括填补西方石油巨头留下的空白 更新法律和监管框架 以及吸引投资 他们还需要迅速行动 并为投资者提供确定性 东南亚国家应逐步取消零售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限 因为这些措施会阻碍投资并造成市场效率低下 在加拿大 抖音合作伙伴众多 同时还面临禁令和外国干预的指责 多伦多星报 尽管因为对外国干预的担忧而被禁止在公务员手机上使用 但TikTok仍然能够在加拿大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这款视频分享应用已成为猪诺奖粉丝选择奖的官方投票平台 直播了蒙特利尔的奥社加音乐节 甚至在多伦多枫叶队球员的头盔上印有其标志 TikTok还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合作 由于对数据收集和潜在的虚假信息的担忧 该应用受到谨慎对待 然而 人们认为与知名品牌的合作有助于转移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并提升应用的用户群体 在一名中国籍男子被逮捕后 人们对中国间谍网络在威斯敏斯特的担忧日益加剧 英国独立报 英国安全机构警告称 在一名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议会研究员被逮捕后 可能存在一个在威斯敏斯特活动的中国间谍网络 这次逮捕促使李希 苏纳克在G20峰会上向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对该国民主的干涉是不可接受的 此前 MI5去年发布了一份罕见的安全警报 警告议会议员们有一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 白厅消息人士表示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揭露更多中国间谍的身份 马克龙访问孟加拉国以巩固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推动 半岛电视台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访问孟加拉国 旨在加强法国的印太战略 平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马克龙旨在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新帝国主义 同时推动孟加拉国实现战略自主 后者已表达了多元化伙伴关系的兴趣 此次访问还见证了孟加拉国承诺购买10架空客A350飞机 这是孟加拉国与欧洲制造商签署的首份协议 标志着其从以波音为主的机队转变 你不知道的舞动奇迹的八个事实 英国独立报 舞动奇迹是英国热门电视舞蹈比赛节目 是全球最成功的真人秀节目之一 已经授权给包括美国、中国和印度在内的75个国家播出 该节目不是直播的 结果展示节目是提前录制的 节目名称是将原始节目舞动时刻和巴兹 罗尔曼的电影《舞出我人生》的名字合并而成的 该节目的服装团队在整个赛季中制作了大约300套服装 每套舞厅礼服需要8到10米的面料制作 中国广州取消了有争议的房价限制 日经亚洲 中国广州市悄悄废除了一项限制新房价格的7年政策 以放松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的控制 尽管开发商仍需要向当局报备计划销售价格 但监管机构不再提供价格指导 这项政策因扭曲市场并阻碍开发商通过提供折扣 来提振销售而受到批评 取消价格限制为价格上涨和下调打开了大门 然而 如果房价变动超出预期 可能会重新引入价格指导 矿业公司因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情绪 推动富时100指数上涨 Vistory股价大幅上涨 路透社 周一 英国富时100指数开盘上涨 矿业股领涨 因中国的积极数据表明该国经济稳定 中国8月份的消费价格回升至正值 而新增银行贷款超出预期 表明经济正在稳定 这推动了工业金属矿商的涨幅达到2.8% 房地产开发商Vistory Group宣布 将其经济试用房业务与房屋建设业务合并 并保持其利润预测 其股价上涨了14.4% 然而 阿斯利康的股价下跌了0.6% 应有报道称 首席执行官帕斯卡尔 索里奥可能会辞职 巴格莱的股价上涨了0.7% 应有消息称该银行计划财源数百人 作为更广泛的削减成本策略的一部分 欧洲股市在美国通胀数据和欧洲央行政策会议前上涨 路透社 周一 欧洲股市上涨 投资者正在等待美国通胀数据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决定的关键数据 上周由于对美国利率上升的担忧 泛Allstars600指数下跌 而现在投资者正在关注8月份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数据和欧洲央行政策会议的结果 矿业股是涨幅最大的板块 上涨2.2% 因为金属价格上涨 预计中国的需求将增加 德国化学公司科斯创也上涨了3.1% 因为该公司正在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就收购提议进行讨论 分析 日本央行的鹰派倾向表明超宽松政策即将结束 路透社 日本银行BUJD的决策者们开始讨论在全球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有必要逐渐摆脱过去十年实施的货币刺激政策 由于日本的物价压力上升 该银行正在为未来的政策变化做准备 即使是BUJ董事会中持鸽派立场的成员 也表示愿意讨论退出前任行长黑田东燕的宽松政策 承认条件的变化可能需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 牛津迷你工厂通过6亿英镑的英国电动汽车投资得以挽救 金融时报 宝马宣布计划投资超过6亿英镑和8.36亿美元 在英国牛津的工厂生产电动迷你车 这项投资将得到约7500万英镑的纳税人资金支持 此举将保护这个历史悠久的工厂 并展示对英国汽车行业的信心 两款新的电动车型 三门迷你Coopers和新的迷你Sman 将于2026年开始生产 宝马计划从欧洲或中国进口电池 这项投资是英国寻求吸引更多制造商 并促进电池技术投资的举措 宝马承诺在英国推出电动迷你计划最新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 宝马宣布计划在牛津工厂投资6亿英镑 生产下一代电动迷你 根据英国政府的说法 这项投资将确保4000个工作岗位 政府拒绝确认纳税人支持的具体规模 但此前有报道称金额为7500万英镑 宝马的这一宣布是在英国汽车生产量 比去年增长近三分之一的背景下进行的 上周斯泰兰蒂斯工厂在埃尔斯尼尔港 进行了1亿英镑的投资后 开始生产电动汽车 华为在苹果重大发布活动之前 发布了5G可折叠手机 日经亚洲 华为在一周多的时间里 发布了第二款5G手机Mate X5 此前还有苹果的发布会 尽管中芯国际因国家安全原因 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但华为的5G芯片 Tiren仍由中芯国际制造 该芯片被应用于Mate X5和Mate 60 Pro 尽管华为的所有出货都限于中国 但其可折叠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 仍保持在15% 拜登领导美国科技高管 与越南商界领袖进行会谈 半导电视台 在美国总统乔拜登访问越南期间 来自谷歌和英特尔等主要公司的技术高管 与越南商界领袖会面 这次会议是越南企业参加的创新和投资峰会的一部分 旨在加深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合作 美国认为越南是减少对中国战略资源 如半导体和稀土矿物依赖的关键合作伙伴 此次访问发生在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 和影响力的共同关切之际 美国已宣布与越南扩大业务的交易 包括微软和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计划 中国是一个挑战而不是敌人 英国贸易部长表示路透社 英国商务和贸易部长凯米 巴德诺奇敦促不要将中国描述为敌人 而是建议将其视为挑战 这是在对中国可能干预英国议会民主表示担忧之后提出的 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上 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时也表达了他的担忧 此前有报道称两名间谍被捕 尽管存在担忧 巴德诺奇强调了中国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 以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 乌克兰实况简报 顿涅茨克两名外国援助志愿者死亡 德国官员抵达基辅 华盛顿邮报 据西班牙和国际援助组织称 一名西班牙和一名加拿大援助工作者 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被俄罗斯炮弹击中身亡 埃玛、伊瓜尔和安东尼、伊纳特都在非营利组织援助之路工作 该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确认 他们当时正前往巴赫木特郊区探望居民 结果他们的面包车遭到袭击 另外两名致任者也受伤 德国外交部长安纳利纳、贝尔伯克昨天也抵达基辅 此次访问将涉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 特鲁多的飞机在G20峰会后发生故障 使它滞留在印度 英国独立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及其代表团 因飞机技术问题被迫在印度多待一晚 特鲁多此前参加了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际团峰会 并计划在当地时间周日晚上离开 飞机问题的具体性质位于说明 在访问期间 特鲁多会见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莫迪提到了加拿大的哈利斯坦运动 对加拿大境内极端分子的反印度活动表示关切 特鲁多回应称 个别人的行为并不能代表整个社区或加拿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并不断一份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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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